聚焦全世界 带您探索全世界 欢迎收看热索全球 2060没有冬天特别报道 我是舒孟岚 在不久之前 欧盟公布了一份报告 2024年的北半球温度 打破了人类历史记录 成为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天 而同时间国科会和环境部 也公布了一份 国家气候变迁科学报告 指出了 如果再继续这样热下去 到了2060年 台湾的夏天将会长达七个月 而冬天会完全地消失 事实上从这一张百年来 全球平均温度表就可以看出 没有最热 只有更热 因为从上个世纪初期 1940年代 全球的均温大约是在15.8度 但是从表上可以看得出来 一直迈到了2010年 还有去年2023年 全球均温设置已经高达了16.9度 而2024年的夏天均温 却是17.15度 这些数据都在告诉我们 地球越来越热 而当地球的温度越来越高 海水的温度也会越来越高 像是原本台湾的夏天 吹的是西南季风 而这个夏天海风比较凉 所以吹向陆地来可以调节高温的机制 在今年的夏天同样失灵了 气象鼠海温资料显示 今年夏天台湾周边的海温 比起平均值高出了2到3度 这使得今年的夏天 全台湾都感受到非常的炎热 而这样子的海温调节 室里的现象就意味着 海湾四面环海的这样的气候条件 将会有所地改变 因为当海温越来越高 那么台湾周边海域的珊瑚 也都面临一度白化的危机 那么全球暖化这个名词 其实在1975年首度被提出来 至今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但是现在联合国已经把全球暖化 改成为全球沸腾 可见得热索全球 已经不再是下一代的警示 而是我们这一代的危机 全球暖化让海温升高 当这个沉重议题 1975年首次被提出 远在台湾民众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尚未察觉生存危机 如今快半世纪过去 对海温升高的影响 台湾人也越来越有感 这个夏天太热了 2024年7月全球平均温度17.15度 打破前年同期 2023年7月的17.08度 热索全球已经近在眼前 而2024年的台湾 6月在台东测到41度 刷新台湾最高温记录 再这样热下去 环境部跟国科会公布 2024暖化趋势下 台湾极端气候冲击报告 警示预言 2060年台湾的夏季将长达7个月 冬天从原本70天变零 换言之 冬天将完全不见 其实这个气候变现 假如你看了这个报告里面 你会发现 它有几个重要的挑战 是我们要面对的 第一个是温升 就温度会往上升 第二个就是海平面会上升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风水计 跟枯水计会越差越大 就是没水的时候都没水 游水的时候会暴雨 会很影响 生存面王的石针被拨块 竟在眼前的危机感 新北贡寮海边 从空中看是美景 但深入水下看见珊瑚危机 在东北角龙洞呢 这边过去废弃的九孔植 现在拿来做珊瑚的富裕 珊瑚它的总面积 只有占全球千分之一 但是它孕育了四分之一的物种 因此对生态影响非常大 不过这个海水呢 从六月底以来到现在 海温不断的升高 所以又掀起了台湾周边 珊瑚新的百化危机 那底下这种石头 是原本养九孔的 我们已经清掉很多了 死掉的都尽量把它清掉 台湾山海天使环境保育协会 秘书长陈映玲 在共辽海边租废弃九孔池 富裕珊瑚 做珊瑚的富裕迈入第十年 来你们往那边拉 往那边拉 十年来经历2016 2021 2023 三次珊瑚百化危机 为了力挽狂澜 租废弃九孔池富裕珊瑚 从一池租到了三池 让珊瑚有更多空间 无幸升值 因为珊瑚可以无幸升值 无幸升值是珊瑚要繁衍的 一个很大特性 因为珊瑚百化太严重 所以我们希望说 它快速地再增加它的数量 但巧妇 南迪 水温之热 养了三池都不敌今年六月 连续一个月 他形容的温泉剂 因为今年的水温 从六月底开始 一路飙高到三十度以上 摄氏三十度以上 非常的高 连续一个月一直到七月底的 凯米台风来的时候 水温才稍微降一下下 但是经过这一整个月的 这个温泉洗礼 我们的珊瑚几乎都白化了 甚至已经有很多都死掉了 根据许多老师跟我们提的结果 这种每一年水温变高的趋势 越来越密集 可是三十年后 发现珊瑚的种类变多了 那为什么 因为南部太热了 很多珊瑚就渐渐地会 过迁到北部来 过迁到北部来 台湾周边有上千种珊瑚 过去南湖北迁 避暑求生 哪知到了北部 还是太温饱 北迁避暑不只是珊瑚 无疑也是人类未来自己的缩影 科学家就几乎 原本就活在极地的生物 得逃到哪里去 如果人物温热 他们可以去海岸 冷却自己在海上 但如果你们已经在海洋 那你已经在海洋 你已经在海洋 所以它是想要冷却 所以你只能找到冷却 如果你可以找到冷却 你能够活动 所以在新西兰 如果你是一个主要生物 你必须在海洋 每个五公里 到处境 去保持温暖的 和气候的改革 在最后 如果我们不能控制 温暖的温暖 这意味着 他们移动到北部 南部 南部 在最后 没有人物温暖 对 他们温暖 海水升溫讓生物快活不下去 這一張2024年6月30號 台灣周邊海水溫度圖 更能看出警訊 顯示台灣周邊海水溫度 比過去同期平均高出了2到3度 當海底生物被迫泡溫泉 陸地上的我們就吹熱風 當海水溫度升高 吹來的風當然很熱 過去仗著上天賜給我們四面環海 靠較量海風調節陸地溫度的機制 已經失靈 台灣附近 其實我們是位在西北太平洋附近 那西北太平洋 我們在觀察之下 它有一個長期增暖的趨勢 如果是外面的海洋 它的空氣也跟著變熱了 海溫增暖 然後造成海的空氣也變熱 那變熱之後 它跟陸地上的溫差 比較起來就沒有那麼的大 那所以風進來的速度也不會像過去那麼的強 那換句話說也就是說這個海溫調節 我們陸上溫度的這個能力就變弱了 海風為何調節濕林主要是海水增溫 所以海風壓力減低 海面跟陸地的壓力差不多 吹來的風就沒有那麼強 因此過去台灣夏天吹西南季風 海上溫度較低風較涼 雖然溫度能調節陸地 如今海水升高了二到三度 自保都很難 就無法幫陸地降溫 這樣的熱風吹到陸地 加上河岸蓋起樓房擋住風 過度開發增加都市熱島效益 溫度就一再破紀錄 在風的部分以台北盆地來看的話 它其實有三個風的廊道 但是就是因為台北市 現在它本身的加溫溫度 已經高過明顯的周遭的話 那這個時候中間的上升汽流 就會比較強強勁 全球暖化趨勢打破過去 對未來的預估數字 科學家們姓稱 每年的數字都供估 今年的預估馬上就會被推翻 研究到底有什麼用 我做這個研究幹什麼 你要我做這個研究是幹什麼 因為我做的告訴你該怎麼做的 否則人類會死光的 你都不做 你現在叫我做什麼研究 這個太假了 所以科學家非常的憤怒 而且就算是你住的地方 沒有洪水沒有土石流 然後沒有大的災難 可是光是高溫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電的供應 我們不能假設它都是穩定的 繼續這樣高下去就是會死人 這個是常識 溫度每升高一度 死亡機率將增加百分之五點七 預估全球升溫六度時 將導致人類集體滅亡 全球暖化這個名詞 如今已經被修正 現在國際稱為全球沸騰 而應運而生的新名詞是 溫度正義 溫度其實是公平的 因為人的介入人的居住才會有不公平的現象 那我想台灣未來也會越不像這個都市高溫 世身化的問題 也就是越有錢的人 他反而居住在一個越涼爽的地方 那社會經濟條件比較差的 他反而要承受比較高溫的這個狀況 所以溫度的正義 他已經不是一種用錢買得到的涼爽 而是他必須要回到社會福利的角度 去提供一個讓我們舒適健康 基本的這個溫度 我們需要有一個地位感應的利益 我們要有一個地位的解僱力 我們有這麼多地位 在居住的境下 每當談全球沸騰這些升溫幾度看來只是個位數 實際上牽動你我生死 如今誰還記得十年前2015年 巴黎氣候協定全球說好降溫1.5度 所以我們每一個夏天 我們都是也許是餘生最涼的夏天 我們要謹記這個訊息 我們要提早因應 當我們知道溫室氣體會升溫這件事情 我們人類經歷了40年才接受這個事實 啟動了一個巴黎協定降溫1.5度C的這個目標 但我們已經發現 今年已經開始突破了1.5度C 我們沒有更長的時間可以去做等候了 我開始接觸氣候變遷大概差不多十年 我記得非常清楚 我在一開始寫東西的時候 我都在寫下一代 就是下一代 我們對下一代公不公平 我現在下一代就這一代吧 我們現在這一代就碰到了 我們現在的政治真的是非常的不負責任 南北極熔冰的視覺震撼 五十年前讓世人重視全球暖化 當全球暖化被改稱全球沸騰 下一個名詞又得換成什麼 吹來的海風不再那麼涼 讓今年大家都覺得更炎熱 這也加劇了所謂的都市熱島效應 都市熱島效應是英國科學家霍華德 他在1818年提出來的理論 指的是城市中心和郊區的溫差 當時他就發現了 倫敦市區跟郊區的溫差超過了2度C 而到了現代 倫敦市中心跟郊區的溫差 更已經高達了8.6度 可見得高度都市發展 將會讓市中心成為一顆火球 溫度會越來越高 而台灣的都市熱島效應 同樣都是因為高度的發展 因為所謂的水泥叢林 水泥建築和柏油路 本身就會吸熱 而到了晚上即使太陽下山了 可是仍然會繼續的釋放熱能 有的時候 晚上釋放的熱度 可能還會比起白天太陽高照的時候 還要來的炎熱 你可以看到 在沿河而見的整排建築 其實就會像是一道隱形的風阻 擋住了從淡水河和基隆河 吹來的海風 讓城市的蓄積熱能不散 台北市最熱的四個區域 現在已經發現了 就是內湖信義 士林和萬華 而萬華區更因為是處於 台北盆地的最低點 所以風更難沉降下來 使得萬華區就成為 台北市最炎熱的區域 從空中看 台北市仁愛路圓環 綠色植栽 風吹在樹梢 這個角度看台北顯得舒適愜意 實際上台北盆地越來越像火在燒 從北到南 台灣面臨都市熱島效應衝擊 都市熱島效應指的是 城市中心比郊區高溫的現象 這是1818年英國科學家霍華德發現 倫敦市中心比郊區高了2.1度 到了2008年 倫敦的市中心跟郊區溫差 已經高達8.6度 可見都市化發展 把人困在火爐裡 一般我們講都市熱島效應 可能有幾個因素造成 當然全球暖化它的因素 可是台北是一個盆地 那晚上的溫度降不下來 唐旗趨勢上面來看的話 最低溫上升的趨勢 比最高溫要來得快 都市熱島效應成因 就是都市開發 所謂水泥叢林 水泥薄油本身就熄熱 到晚上持續散熱 夜間升溫幅度還大過日間 變成從早到晚都是熱的 在全台灣各地 這個常見著都市河濱的停車場 可以看到這個整片的停車場地 不過這裡灰色的水泥地 它也是非常的蓄積熱能 在白天一整天吸收了太陽的熱能之後 到了晚上全部釋放出來 因此也打破了過去認為 晚上溫度較低的慣例 這也增加了都市熱島效應 加上近年雙北興旗水岸住宅 改變城市天際線 也改變城市豐廊路線 河景第一排所謂豪宅 就像一道隱形的牆擋住了風 當這個城市越來越沒有地方蓋房子 我們就在開往河濱公園 去蓋出這整位的河岸第一排的建築 不過有河表示 這也是過去風的廊道 在河邊蓋顯了一整排房子 就像是一道隱形的牆 擋住了風吹往城市的去路 它當然不會停住 但是它會往別的地方移動 但是在這個牆的後方的建築物 就吹不到風了 所以風在都市行進的過程 其實是步步艱辛 所以我們要留出一條道路給風走 那風就會給我們一個 很適宜涼快的都市空間 以台北來說 過去風從淡水河吹來 原本可以幫助降溫 如今河岸蓋房 如同隱形圍牆擋住風 造成台北市四大熱區 士林 杏毅 內湖因為過度開發 樓房太多 太集中所致 而萬華則因為處在盆地最低點 都市的風更難沉降 成為全台北最熱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 台北市的萬華 它因為處在台北盆地的最低點 也就是這個碗形的最下處 城市的風更難沉降下來 加上都市水泥叢林增加了溫度 因此萬華竟然成為 十二個行政區當中 溫度最高的地方 萬華拿下台北市最高溫記錄 來自2020年7月24日 當天萬華測到台北氣象站 124年來史上最高溫 38.4度 對照郊區當時南港35.2度 顯見台北熱島已經有3.2度溫差 放眼全台六都也都陷入熱島 台中新開發區 烏日大理 台南 中西區 高雄 三明區 都是當地最熱 溫差2到3度 桃園過去有皮塘調節溫度 現在因為高度開發 也陷入高溫 其實都市的高溫是一個 不分行政疆界的問題 台北盆地往東會臨接 基隆河的河谷 河谷也容易蓄積高溫 那接下來台北盆地往西南 沿著大旱溪的這個流域 它也會有河谷增溫 導致土城三峽的溫度偏高 然後我們這個高溫 還會延續到桃園的桃園區 中立區以及巴德區 也就是未來我們已經要突破 這個行政區的疆界 要從國土計畫來思考 整個城市高溫化的這個問題 2024年9月1號 三峽測到今年台灣的四高溫 四十點六度 顯見都市熱島效應正在擴大 凡有人的地方都會變熱 這一股熱氣不只是體感 台大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比對過去五十年台北降雨資料 發現台北的那一股熱氣 悄悄讓台北的暴雨 從北往南移 早期就是台北市這個城市 還在開發的階段 它的不透水面積比較低的時候 那早期的降雨呢 可能比較偏向在整個 台北盆地的北部這個地 北部山區 的確在降雨的空間分布上 因為整個城市的一些微氣候 它的加熱的機制 所以它的對流就開始 位置就做了一些改變 這個時候我們就發現 在降雨的整個空間分布上 它開始往整個城市下風處 也就是南緣的地方移動 它主要要反映的就是 今天我們之所以會有 越來越多的這個淹水災害 已經不再只是颱風造成的 而是像這種小尺度的氣候 它強烈的對流 所導致的這個現象 而國家環境研究院 正因應一百一十二年頒布 氣候變遷因應法 啟動圍籍三年研究計畫 要知道溫度升高 對空氣和飲用水的危害 高溫這件事情我們研究就是 我們關切的是空氣品質 高溫之後 空氣中的化學物質 會產生反應的改變 就像臭氧可能會 因為這樣而增高 那臭氧是一個空氣污染物 那因為它增高了之後 對我們呼吸器種 會產生干擾 那也會導致 其他V狀污染物的變動 像PM2.5 該如何又開發又能降溫 陳大建築系教授林子平 研究熱導效應二十年 以十年前就規劃 台北市廣磁設在為例 提早預期氣候變遷 地面不但種樹 更有多處遮蔭走廊 讓人有地方躲 那現在就放兩組的提感溫度計 這一組是直接曝曬在太陽底下 所以它的輻射熱就會比較高 但這一個地方 因為它上方有受到遮蔭的阻擋 而且它地表的溫度也比較涼 所以兩邊的輻射量就會比較降低 加上洞具預留超過六公尺蜂廊 還有樓層中間的空中花園 就是預留給風穿過的切口 因此這裡實測溫度就比較低 在都市環境裡面 人緯的開發過多 所以我們的鋪面變得減少濾化 我們的透水性不足 所以第一個要件就是要增加水域 增加濾地 也會有含氧水分 創造蒸發的降溫效果 那第二個是讓建築物 先對道路做一些退縮 可以讓整個豐廊廣場 把它空曠出來 我們的風速才會增強 那植物永遠是我們不悔的決定 當我們種了一棵樹的時候 那植物就像一把傘 可以去減少太陽的輻射來到地面 從這個整片綠地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台大的校園對於整個台北市來說 它的降溫貢獻非常大 原因無它就是因為整片的綠地 那面對都市樂島效應 要讓城市降溫 學者都是呼籲 別無它法 綠化 種樹 是不二法門 我們這邊就是從寶藏延 然後到明川國小 台大大安森林公園 其實它是一個綠帶 我們學校裡面 生態非常豐富 會在台大旁的明川國小 遊戲場趕見時 刻意保留原本老樹 因為他們深知樹是城市綠帶的一環 不能破壞整個公館綠廊的價值 好 這邊的遊戲場的鋪面 我們是用天然的 是用一些木頭的材質 那跟這個塑膠的地面是不一樣的 那其實這兩個部分 其實它就是我有溫差 這個天然的材質 它的溫度是比較 大概低個兩到三度 這些樹啊 就是當時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有家想說 那這個坡道如果我要做這個坡道 好像會影響到這些樹 那也有我在考慮說 這個樹要不要把它移除掉 但是我們請建築師 一定要幫我們把樹保留下來 然後看怎麼去把這個坡道 跟樹做一個結合 從2023到2024年中 台灣每個月的月均溫 都打破過去百年紀錄 陳達林子平教授有句 聽來聞清實則悲情的名言 往後每個夏天 都是餘生最涼夏天 每年的夏天 都會是你餘生最涼的夏天 也意味著明年 後年 大後年的夏天 溫度只會越來越上升 溫度升高看似無形 實境悄悄顯像在我們的生活 很多人沒注意到 人行道倒數秒數被悄悄減少 因為很難在太陽下等太久 不想末日如這一般倒數 降溫速度必須加快 歡迎回到熱索全球 2060沒有冬天特別報導 全球今年面對有史以來 北半球最炎熱的一年 各地都出現了高溫導致的奇觀 像是在美國加州 著名的景點死亡谷 原本就非常的炎熱 而今年更是創紀錄的 測到了攝氏55度的 高溫 而剛剛辦完奧運的法國 巴黎選手們更是在最高 36度的溫度下比賽 比起100年前 巴黎首次辦理奧運會 今年巴黎增溫了3.1度 而在杜拜呢 今年更是測到了體感溫度 破了62度的紀錄 而在日本的高溫 同樣是非常的驚人 不只是打亂了櫻花的花旗 也讓原本數十年才會開花的龍舌蘭 異常的盛開 而當然台北市在今年7月 測到了史上第二高溫39.4度 而至於台灣史上最高溫 今年則是出現在台東測到了41度 因為熱浪 全球每年有將近49萬人死於高溫 歐洲每年超過17萬人 而亞洲高達22萬人被熱死 因此如何降溫 已經成了全球各大城市 不可以回避的生存議題 而放眼世界各大城市 都會把增加氯化面積 作為降低城市熱島效應的最佳解方 像是西班牙這個大城叫做瓦倫西亞 這個城市剛剛拿下了歐洲最綠城市的殊榮 他們的口號就是 十五分鐘就會到達綠地 而市中心更有一條長達十公里 全歐洲最長的綠色廊道 這裡本來是一條舊的河道 而如今就改變成都市花園 成為都市降溫的最佳解方 西班牙第二大城巴薩洛納 地標聖家堂成為全城拔尖高樓 西曬烈日 教堂撒盡陽光是種上帝的美感 然而烈日曝曬下的巴薩洛納 高度開發引發都市熱島效應 巴薩洛納最高溫 2010年39.3度 過去240年累計上升1.8度 偏偏氯化不夠 每個人只有平均兩瓶 6.6平方公尺綠地 遠低於世衛建議的 9平方公尺目標 全球健康機構主任直言 得把樹種好種滿 土地不夠種樹就要把建築變綠或是換色 巴薩洛納自治大學科學家提出 將民宅屋頂七成白色的計劃 因為白色的陽光反照率 也就是收到陽光後反射回去的比率 是0.7到0.8 比灰色水泥0.35到0.4高出一倍 這樣可以降溫4.7度 我們在一起合作公司 我們合作公司 我們合作公司 公司 我們在外面的 有所在賣的 我們有所在賣的 增加區域 是有所在賣的 藏色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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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改變城市顏色是降溫的解放之一 在西班牙第三大城瓦倫西亞 居民則是非常自主意識爭取綠地 從空中看瓦倫西亞 綠色就是主要色調 最著名市中心圖利亞花園 是一條全長十公里 面積110公頃的都市公園 從地形可以看出這裡原本是條河道 1957年一場洪水過後 當地政府把河道變更位置 原本舊河道在居民爭取下 1986年成為市中心最美花園 也成為全歐洲最長綠色廊道 瓦倫西亞城市口號就是 15分鐘就要到綠地 全市79萬人口 97%居住範圍300公尺內就有綠地 綠色成為城市的象徵 瓦倫西亞榮獲2024歐洲最綠城 瓦倫西亞被評為是歐洲的綠色首都 我們第一次來到這個城市 第一個印象就是 這裡的城市街道非常的乾淨 你看這個城市的建築 它不是最現代化的 不過它蓋出了一個 非常前衛現代化的藝術科學城 而且這一棟建築在1996年 就已經開始動工興建 這也展現了瓦倫西亞的綠色圓建 一種最優秀的事件 是設計 所有窗戶 讓天亮 讓人感到幸福 讓城市開放開 歐洲努力降溫 是要避免2003年熱死7萬人的歷史重演 世衛2024年公布一份統計 2000年到2019年 全球每年48.9萬人死於高溫 亞洲佔了45% 22萬多人 歐洲36% 死了17.5萬人 歐洲升溫速度是全球平均的兩倍 剩下北美洲 一年1.2萬人死於熱災害 在美國紐約健身的人 把熱度之苦當吃補 但多數人可沒有這種耐力 2024年6月紐約市衛生局發布 紐約市高溫死亡報告 7月體感溫度最高達到43度 平均每年350人死於熱浪 美國總統拜登以通貨膨脹消減訪案 撥出歷史性的15億美元 給聯邦林務局在未來10年 加強各城市的綠化面積 這更美麗的城市 不僅如此 它也給予更多水分 所以你需要水分 用水分 用水分 西岸大城西雅圖用這筆錢 預計5年 在公司土地上種8000棵樹 在自然保護區更要種到4萬棵 還要立法要求每砍一棵樹 得種回三棵 在每個國家和在我們的國家 我們有下注注於 我們在市民的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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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市民的棵樹 我們在市民的棵樹 去這個巷弄內 如今看來綠意盎然 但在這長大的莊小姐卻深感 這只是冰山一律 這個小坡 這個丘上面 你在外面跟你走進來 很具體可以感受到溫度的差異 我覺得樹木第一個 是不可替代的 第二個珍貴就是它是 把時間光陰濃縮在它身上 然後陪伴我們 因為兒時巷口的風景 才是真的茂密 如今巷口卻成了樹的斷頭台 隨著房價高漲 建商列地文山 砍樹蓋房 不願配合賣地的 王小姐努力護樹 因為才坐下來受訪 就吹來一陣涼風 這一陣風是來自院子 那一棵五十年大樹 是母親生前 跟時任台北市文化局長 龍應台爭取保留 進而催生 台北市樹寶條例的第一棵樹 如今不賣房 還把老樹登陸保護 寧可讓土地不能蓋房不值錢 我覺得土開的利益太大了 現在有很多工單位說 這些樹種不良要換植 其實我們護樹民眾 看來覺得是一個騙樹 從你砍掉到你拿一個樹苗來 到它長大 這中間二十年 完全就是城市升溫 製造暖化 然後生態歸零的 固炭也歸零的一個做法 不只文山區松山浮遠公園 也被無預警砍了五十六棵樹 連書社團 互數爆料公社 讓居民自發檢舉附近的樹被砍 沒想到近五千位成員 時時都有人罰文 從北到南 台北市文山松山 新北板橋第一體育場周邊 台中土庫停車場 台中進化北路 台南安平港 高雄三多國小 花蓮玉璃的老樹被嚇要毒死 多半都是程序合法 但居民都不知情 等到樹被砍才發現 當砍樹漸漸成為關鍵字 能引起共鳴 台灣的老樹正像野草一樣 被說拔就拔 樹不是家具 那它的生命跟我們城裡人類的生命 也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我們就是建築了一個水泥森林的話 這不叫做都耕 政府有各種的打防政策 還不如實踐 對於人類和樹木的土地爭議 從福衛五號的資料顯示 六都中綠色覆蓋率最高是 台南百分之三十一點七四 桃園台中都有百分之二十以上 城市化最高的台北市 新北市高雄市 綠色覆蓋率低到都只有百分之十幾 新北市最低百分之十五 中研院研究員盧倩宜長期研究暖化 深感暖化的關鍵表面上是碳排增加 實際上是財富過於集中 全世界一趴的人他們排 相當於三分之二人口 地球三分之二人口的碳 這時候有錢人他們要繳非常非常多的碳稅 可是他們繳得起 他們應該繳 因為他們在污染 當我們收碳稅的時候 它的外部成本就內部化 所以它要污染它就要付費 它一定會轉加給消費者 變成說窮人他排的碳非常的少 可是那他也要繳碳稅 這是為什麼碳紅利普發非常的重要 碳紅利普發它是收來的碳稅 普發是每一個人 不管你有錢或是沒錢 全部都大家一個數字 所以就去打平了 或者是甚至於超過了它的付出 這才是公平的正義的能源的轉型 城市開發跟綠化之間也有平衡 新加坡降溫新加坡計畫 就是在沒有多餘土地前提下 能讓綠化的水泥建築增加綠色面積 互數互綠是為了互人 毀數也是在毀人 面對暖化降溫不是來不來得及 而是做不做而已 歡迎回到熱索全球二零六零 沒有冬天特別報導 面對全球沸騰 降溫一點五度C的協定 瀕臨破功 而各國開始徵收碳稅或是碳費 也將興起了新的綠色商機 台灣將在二零二五年開徵 也就是逼迫企業必須改善設備和製程 來降低碳排 否則就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因此有些企業現在也面臨 所謂的碳憂鬱現象 也就是不知道該如何減碳 也擔心投入了大量成本減碳 最後卻無法回本的經營焦慮 因此接下來我們就要透過 三家企業的前瞻作為 看看他們如何把廢棄的寶特瓶 變成洗潔劑 即使無法立即的盈利 但仍然先站穩經營的轉類點 大火快炒爐火越旺耗能越多 要算一間餐廳的碳排量 看似是從這一些 從早到晚不斷使用的能源 不過這一家位在台大的上海餐廳 不只從能源 更從食材和耗材做到減碳 2022年榮獲英國標準協會認證 成為台灣第一家碳中和餐廳 首先是耗材負責人挑選 即將採購的新餐盤 這間餐盤從生產到使用期滿後 會被回收重置 避免過去線性經濟消費模式 單次使用用完就丟造成污染 我們的餐具 它是去塑的循環再利用的餐具 然後當它生命週期走完的時候 我們在自己的地方把它全部回收回來 做成這個白葉窗的葉片 或者是做成家具 那就減少了石油的開採 也整個解決了這個運送的 整個碳足跡的部分 除了在硬體上節能 這間餐廳食材上跟海洋大學合作 把被稱作綠色魚子醬的海葡萄乳菜 海葡萄是一種海藻 每100公克碳含量73% 是非常酷碳植物 因此近年被培育作為食材 多吃等於吃掉碳排 那也是由我們海洋大學李孟周老師 他的地方創生的計畫 他幫助了當地的漁民 來種植這個海葡萄 然後這是一個靠著在海洋中 吸二氧化碳長大的植物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菜單 把它入了菜 餐飲業另外一個碳排來源 是大量清潔餐盤用到的水跟清潔劑 而畫面上這一鍋黃色液體的洗碗精 是解決了清潔劑造成高碳排的現況 黃色加入台灣特有文彈釉精油 把台灣生產過剩農產品做成香味 本身已經做到減碳 更大的不同之處在於 洗碗精本身用的介面活性劑 來自廢氣寶特瓶 是環保的 然後它是用那種寶特瓶的介面活性劑 寶特瓶介面活性劑非常珍貴 但珍貴的不是技術 而是終於有人願意做成產品的眼光 畫面上最左邊是寶特瓶碎片 經過純化可以做出介面活性劑 這一個是全球1970年代就有的技術 但技術問世沒有人要商品化 直到台灣最大寶特瓶回收公司 終於研發成功 用寶特瓶做成了介面活性劑 再被這一家生技公司做成洗潔劑 全球第一款 廢寶特瓶做成的洗潔劑 正是問世第二年 因為原料都是進口的 所以沒辦法做到減碳標章 其實沒想到我們台灣不但有 現在已經有這個製造商 而且還是用寶特瓶回收的原料 來製作出來的 那我當下我覺得 一定要叫我們RD好好的研發 把它發揚光大 這間公司在做碳盤查時發現 即使工廠裝節能屋頂發電 還有裝設節能電表 查出哪裡偷偷耗電 好 我們現在這個設備 就是24小時在監控我們的用電清框 但清潔劑最重要介質 介面活性劑 原料是馬來西亞印尼產的棕櫚油 只要介面活性劑得進口 產品碳盤量就始終無法降低 因此智力研發寶特瓶做成的洗潔劑 這樣就直接減了碳 比起用植物棕櫚油 每生產一公斤洗潔劑 碳盤量2.1公斤 用寶特瓶做成的洗潔劑 每生產一公斤 產生1.52公斤的碳排 相較之下減少28% 以一般傳統原料就是植物來源 那植物來源需要大量的種植 需要很多的肥料 甚至於說如果不夠用的話 還要去砍伐雨林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到底是前端要去砍伐雨林 來種植它的經濟效益 還是說我們直接用現有的廢棄物 來生產清潔劑的使用 他們每生產一貫600公克洗碗精 可以用掉一到兩個費的寶特瓶 聽起來環保卻難以在營收上成正比 因為環保研發成本高 這款洗乾淨比市售同類產品貴約三倍 即使高濃縮成分用得更久 但價格不吃香成為銷售阻礙 對照國際清潔劑大廠砍中旅遊 破壞環境卻能壓低生產成本成為優勢 小廠智利環保卻打不贏大廠價格戰 是環保企業在方展節能的困境 中華企業在發展ESG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都已經產生了碳憂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要怎麼開始 所以我建議應該有這個 盡量的加速器來幫助中華企業 都能夠得到這個解發 所謂碳憂鬱現象就是指環境部 2025年要開增碳費 企業陷入忙著做碳排場 好知道自己盤多少碳 得繳多少錢的慌張 這一間在彰化的職場 專門把廢紙箱重塑做成回收紙箱 他們盤查生產流程 發現最大碳排是把廢紙重塑後烘乾時的蒸汽 所以他們花38億鈦換設備 把生產流程的機器加上外照 這樣就能把散意的蒸汽回收再利用 再把每噸水重複使用26次 生產每噸紙箱碳排減到0.64噸 每年減少2.25萬噸碳排 那這個超紙機最大的一個能耗 也就是碳排的部分 就在於蒸汽的用量 蒸汽的部分我們做了一個 原本是半封閉的一個氣罩 我們改成全封閉的一個氣罩模式 但是因為我們在後端 這個氣罩的部分加了一個熱交換器 把這個這一段這個廢熱 重新再回來我們的製程使用 那這樣就可以減少這個蒸汽的用量 這一間職場自己預估每減一噸碳 要付出1.3萬台幣成本 比預估每噸碳費300到500塊台幣來說 看起來很不划算 這個部分其實說真的就是 很難反應到成本上面 以長久來看的話其實我們 像我們在今年比去年減碳的13% 其實減碳的效益很顯著 那就是等如果碳費再收取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是 就是站在一個有力的點 但全球暖化已經變成全球沸騰 靠著各種外部成本促使企業減碳 是不可逆的趨勢 減碳這條路只有走在前頭 才能再力求環保的未來 華麗轉生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紐西蘭氣候變遷首席科學家 艾瑞克貝倫斯博士 在接受我們採訪的時候表示 面對全球升溫 人類和海洋生物都有熱壓力 也就是能夠承受熱的壓力 當人類覺得熱的時候 我們可以跳進海裡消暑 或者是吹冷氣 但是海洋生物已經在海裡 他們每年都必須往更寒冷的 極地方向移動五公里才能避暑 所以如果地球持續的變暖 北半球的生物就會一直往北 而南半球的生物必須要一直往南 但問題是 原本就居住在南北極的生物 它們又該往哪裡去呢 當冬天消失了 這個星球還會是一個 適宜人居的世界嗎 非常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舒孟蘭 忠心的期盼 2060沒有冬天的警示預言 不會成真 這個星球歸 好嗎 對 那麼 現在也是 例位 我們はいい 在西方 館 好 我 得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